小新一家只是去看个海豚表演 不料来到了门口 却火急火燎地往里冲 聊聊成人票 给找儿童票 他们这是怎么了呢 今天是三十年来 小新一家第一次看海豚 可在路上就堵成了便秘 照这个速度到海豚会场天都黑了 就在这时车子终于动了 不料开了十米又堵了 我相信中午之前一定会到的 果然大中午的他们真的到了 不料一冲进会场 最后一排 然后往前看去 这比刚刚的车子还堵44度的高温 把小新一家热得不行 听到卖冷饮就忍不住咽口水 小新吵着就想喝 心疼的广志连忙劝美牙买 毕竟大家都渴 美牙只好花钱买了 不料冰果汁一到手 这根本就没有冰嘛 真抱歉 今天的果汁卖得太快了 这不是坑人吗 但还是要喝掉 眼看温度越来越高 小葵已经热得快不行了 广志让小葵躲在他影子里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我也要 广志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树 只要坚持到那里就好了 果然半小时候 他们终于排到了 可凉快不到两秒 那位先生不好意思哦 请再往前挤一秒吧 此时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6度 终于又过了半小时 他们总算快排到了 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感觉身体都不那么热了 不料小新体内一股 强大的变异直击大脑 马上就要到了 你再忍一下嘛 这不是 这是广志指着 不远处的画师展示会 那里面肯定有厕所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 不就全白费了 我也知道 可看小新的表情 感觉情况有点不妙 突然美牙想到了好办法 让她想点高兴快乐的事 不料小新立马想到了 上厕所的美好画面 就在这时终于轮到他们 于是一家人 拉着小新火速冲向售票处 丢下钱就往里冲 结果下一秒 小新一家中奖去澳大利亚旅行 不料小新第一晚就干了这事 小绿 到这边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小新一家只是排队看个海头 就中了出国旅游的大奖 好巧不巧今天吉永老师和老公去度新婚蜜月 小绿正幻想着和老公的浪漫之旅 就听到广播说有人迟到航班延时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绿没想到会遇上这一家子 为了不被发现 小绿新一级 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一家子 飞机起飞三分钟后 懒人使尿多的小新就想去方便一下 突然小新在她旁边停了下来 后面的美牙催她快点去尿 美牙觉得不可能 小新想想也是 平时她那么小气 五分钟后飞机终于到了 小绿坐上了大巴 庆幸的是车上没有小新一家 看来终于摆脱他们了 可刚到酒店门口 老公正要去登记 小绿连忙上前阻止 撒娇的说去旁边走走 还说那边有个漂亮的院子 就在这时小新一家 发现旁边有个欧式花园 就要去看一看 这是个大好机会 抱着老公的头就要去登记 症状还真严重啊 终于她来到了房间 也不知道这一家人 会从哪里突然冒出来 搞不好就住在隔壁 于是拿着杯子就开始探听 很好第一个房间不是 另一边的也不是 这时肚子也饿 小绿正要开门时 就传来小新的声音 没想到竟然住在对面 这时老公催着她去吃饭 可现在出去肯定会被发现 于是站起来就说现在不饿 你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叫啊 小绿强烈也是说你听错了 可下一秒 这动静让小新发现了不对 美牙让她赶紧进屋 别多管闲事 很快到了晚上睡觉时间 迷迷糊糊的小新 脱掉裤子就去找厕所 门一打开就跑到对门 边敲门边喊爸爸开门 小绿被惊醒 看着外面踩着零多微步的小新 就知道她还没睡醒 于是抓着她的土豆头 就让她回自己房间 不料手一滑 门也在这石棺上 门外的小绿不知道怎么办 而此时的小新 已经爬上了她老公的床 老公还以为是小绿 广之为一家人的美好生活 努力奋斗 不料美牙竟想让她头上长草 难道美牙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 已经干了三十年家庭主妇的美牙 开始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 这时小新问妈妈晚上吃什么 就这个问题美牙已经想了一下午了 吃火锅好了 晚上就吃火锅 小新一听就头大 这都不知道吃了多少天了 随后他们来到蔬菜店 突然抬头看向店员 没错这是多年来没有播的心动感 这时小新好奇问她是谁 蔬菜店老板介绍小伙叫安智 美牙一听这不是和大明星一个名字吗 小伙没想到美牙竟然知道 还有比他妈妈还年轻的人认识这个明星 小小年纪已经是奥巴塞杀手了 接着小伙问她要买什么 激动的美牙东看西看 最后决定买一颗芋头 最后美牙又要了两个番茄和马铃薯 小伙亲切地说好 这可把美牙和小葵都美坏了 回去的路上脸都是红的 一转头发现小新在和小伙说着什么 于是温柔地喊小新回来 妈妈怎么变得不一样呢 这温柔的样子硬是吓到了小新 当看到小伙对她点头时 脸更是红成了猴子屁股 晚上广志就吃上了奇怪的大乱炖 第二天美牙又跑去买菜 这次小伙直接送给她两颗地瓜 这可把美牙激动坏了 晚上广志看到一桌子的素菜 就问美牙最近是不是素菜吃得太多了 蔬菜对身体好啊 隔天美牙遇到了妈妈们 得知美牙要去买蔬菜 正男妈就提起新来的公读生 咪咪妈说那小伙不错 会送一点蔬菜 对 她怎么没送过我什么 我也没有 美牙没想到自己是那个特殊的 这时正男妈好奇难道那个公读生 喜欢的是美牙这种类型的 于是连忙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然后跑到蔬菜店去 探到小伙她心跳得更厉害了 温柔地说要买一颗马铃薯 当美牙的手触碰到小伙手的那一颗 她感觉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 害羞地跑开 可怜的小新针背着小葵 小伙好奇问小新怎么没跟妈妈一起走 她现在已经注意不到我们了 接着小伙又问她家里 是不是真的欠很多贷款 我们要从贷款地位跑出来 非常困难 这样啊 听到这话小伙送给小新一颗白萝卜 妈妈明天来的时候你给她好了 这样妈妈也会很高兴呢 是吗 那好吧